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上一次我们讲到雅各的老三,利未 利未的子孙在西乃山下 为了耶和华上帝的圣名 勇敢地与摩西站在一起 结果把这原本看似咒诅的预言 转化为美好的祝福 今天我们要接下来看雅各的老四,犹大 如果问弟兄姐妹 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 你最熟悉的是哪一位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会说约瑟 的确 约瑟一生的故事迂回曲折 高潮迭起 难怪摩西写创世纪时 特别花了超过十张的篇幅 专门来叙述约瑟的事迹 因为他的人生境遇实在太精彩了 但是如果我问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哪一个支派的人物是基 你最熟悉 也许你一下子说不上来 或是你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但我个人以为圣经最常被提到的可能就是犹大支派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雅各在给他十二个儿子的预言当中 犹大是得到在地上最大祝福的支派 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给了犹大什么样的预言 什么样的祝福 雅各说 犹大 你弟兄们必赞美你 你手必掐住仇敌的景象 你父亲的儿子们 必向你下拜 犹大 是个小狮子 我儿啊 你抓着石便上去 你屈下身去 我如公狮 尊如母狮 谁敢惹你 龟必不离犹大 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只等戏罗来到 万民都必归顺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 把驴居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 在葡萄之中洗了挂袍 他的眼睛必饮酒红润 他的牙齿必阴奶白掉 首先 雅各预言说 犹大必要得到名声地位的祝福 四十九章八节说 犹大 你弟兄们必赞美你 你手必掐住仇敌的景象 你父亲的儿子们 必向你下拜 雅各预言说 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 犹大将要得到最崇高 最受尊重的地位 因为他的弟兄们必赞美他 而且必向他下拜 约瑟曾经两度梦见他的兄弟向他下拜 这是果然在他当了埃及的宰相以后实现的 但是这个地位跟着约瑟的过世就消失了 然而雅各给犹大的预言 是持续到历史历代的 果然 在以色列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犹大一向就是十二支派的大哥大 在民数记中 神要摩西核算 以色列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壮丁 犹大以七万四千六百名高居首位 神在旷野设立会幕 规定各个支派轮流派一位首领来献祭 犹大被排在第一个 民数记七章十二节说 头一日献公务的是犹大支派的 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神把分配应许之地的责任 交给祭司约书亚 但是每个支派 也要选一个首领来帮助他 犹大支派也是居于名单的首位 他说这些人的名字 犹大支派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迦勒是谁 后来以色列国全盛时期的大卫王 与所罗文王就是出于犹大支派 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王 要从犹大支派而出 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 雅各接下去预言说 犹大必像百兽之王狮子那样的大能可畏 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 我儿啊 你抓了石便上去 你屈下身 握如公狮 敦如母狮 谁敢惹你啊 小狮子 不是指着还没有长大的狮子 而是少壮的狮子的意思 圣经新一本把上去翻译为上到洞穴去 这个经节就是形容少壮的狮子 毫不费力地捕捉猎物 然后带回到自己的洞穴去 慢慢地享受 宝石之后呢 他满足地屈身俯卧休息 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悠闲平静 然而他彰显出来的勇猛威严 无人敢惹 约束亚死了以后 迦南人趁机开始与以色列人作对 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 谁应当担任先锋 耶和华说 犹大当先上去 我也将那地交在他的手中 编亚敏支派的人犯了重罪 但他们包庇自己人 拒绝把他们交出来 接受审判 以色列其他支派就决定派军队 讨伐编亚敏 耶和华说 犹大当先上去 在神的眼中 神的计划中 在神的预言中 犹大注定要成为一个大能可畏的支派 四十九章十节说 归必不离犹大 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归与杖都是君王权柄的象征 在以色列历史中 所有著名的讨神喜悦的 蒙神祝福的好国王 都是出于犹大支派 而这个预言中 君王权柄的祝福 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呢 犹大接下去的 雅各接下去的祝福说 只等系罗来到 万民都必归顺 系罗就是赐平安者的意思 很明显的 雅各就是预言 弥赛亚耶稣基督 要出于犹大支派 启示录说 看啊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为了根 他已得胜 他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个永久王权的荣耀 是属于犹大支派的 最后 雅各预言说 犹大把小驴 拴在葡萄树上 把驴居 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 在葡萄之中洗了挂袍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 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旧约时代的中东人 葡萄是非常重要的农作物 常常以葡萄树 与葡萄酒的丰收 来形容生活的富裕丰盛 所以一般人绝对不会 把驴子拴在葡萄树上的 因为驴子会把葡萄 统统都吃掉 然而雅各祝福犹大说 他们的葡萄生产的太多了 不但任凭驴子去吃 甚至还可以浪费到 用葡萄酒来洗衣服 而养奶呢 也多得把牙齿都漂白了 如果你还记得雅各给他前面 三个儿子流遍西勉立位的预言 比起犹大的祝福 简直是东离西有多远 差别就有多大 犹大到底是何许人也 配得这么大的祝福啊 让我们来认识认识 雅各的第四个儿子 尤大 雅各娶了一对姐妹 利亚和拉杰 但雅各偏爱妹妹拉杰 耶和华见利亚失从 就使他生育 拉杰却不生育 神使利亚连续生了三个儿子 流遍西勉立位 在几千年前 重男轻女的社会 这是何等的祝福 可惜利亚因为 嫉妒雅各偏爱妹妹拉杰 竟然把生儿子 当成向丈夫争宠的手段 每一个儿子的诞生 都在他心中燃起了一个盼望 期待丈夫会因此 更注意到他 更爱他 可是每一次 只有让他更失望 更沮丧 然而神体贴他的软弱 他又怀孕生子 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 就是赞美的意思 前三个儿子出生时 利亚一直把他的注意力 摆在丈夫雅各的身上 但是犹大出生时 他突然醒悟过来说 这一回我要把我的眼睛 从我丈夫的身上 转为赞美那一位 一直在帮助我 陪伴我 关心我 祝福我的 耶和华上帝 我常常想象 刘辩啊 西勉啊 利未 还是婴孩的时候 利亚一边喂奶 一边会对小baby 说什么话 也许 他会哭哭啼啼地说 生你有什么用 你爸爸根本不care你 还是比较爱你的阿姨 可是当他抱着baby 犹大的时候 利亚的心态完全改变了 他可能会对犹大说 你知道你为什么叫犹大吗 因为你出生的时候 我充满喜乐的宣告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你就是耶和华 给我又美又好的祝福 baby很聪明的 你对他是失望伤心 还是喜乐赞美 他听不懂 但是他知道 根据圣经的记载 雅各的一生 还是偏爱拉结过于利亚 利亚的处境并没有什么改善 但是这已经不影响利亚 对耶和华的赞美了 因为他感受到 神比丈夫更可靠 神的爱也比丈夫的爱更宝贵 而且我相信 犹大后来展现出一些美好的特质 就是因为他在婴儿时期 在他母亲利亚赞美神的气氛中 开始被塑造成形的 利亚的转变 不但使他自己与神更亲近 也给他的儿子犹大带来一生的祝福 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神给父母一个很大的权柄 就是对你的儿女的祝福 找机会让你的儿女知道 因为你 我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被新冠病毒 疫情隔离在家 已经快一年了 实在很不容易 我知道不少家庭或多或少 都感受到某些程度的压力与张力 所以每一次 当夫妻之间有摩擦 父母之女之间有冲突 或是弟兄姐妹 家人之间有不和谐 还是工作不顺利 邪业有困难 身体有病痛 心情感到忧郁或沮丧 甚至灵命感到非常地低沉 无力的时候 让我们向利亚学习 把我们的眼光 从人 从困难 转到神 宣告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你知道 当你从内心真诚地赞美神时 会发生什么事吗 诗人说 我们的神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宝座或做居所 哪一个地方有赞美 哪一个地方就是神的宝座 那里就是成为神的居所 那里就有神的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一天的开始 面对每一件事 对待每一个人 都宣告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请每一个人 跟我一起来说这一句 大有能力的宣告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把这句话 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 常常挂在我们的口里 我们不但会与神建立 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更会给旁边的人 尤其是你的家人 带来更大的祝福 这不是成功神学 这是神必要成就的应许 根据圣经记载 我们的兄弟 藏着他的血 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 以石马利的人 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众弟兄就听了他 犹大不着痕迹的 救了约瑟的命 还让其他弟兄们 感觉他是替大家着想 难怪大家就听从了他 这就是有智慧的领导者 当雅各不愿意 让变雅敏去埃及时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 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 我们就起身下去 好叫我们和你 并我们的妇人孩子 都得存活 不至于死 我为他作宝 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 我若不带他回来 交在你面前 我情愿永远担罪 我们若没有耽搁 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 我们再次地看到 犹大领导的智慧 他就是针对父亲最担心的 变雅敏来规劝 他向雅各指出 让变雅敏同去 是为了整个家族不至于死 当然这也包括 变雅敏自己的存活 难道你要坐着 眼看着变雅敏活活饿死吗 然后他提出 以自己的生命做担保 完全负责起 把变雅敏平安带回来的责任 犹大的话 让雅各想通了 为了变雅敏得以存活 唯一的选择 就是让变雅敏 与他们同去埃及 到了埃及 犹大再次地展现 他的智慧与勇气 约瑟故意把银杯 放在变雅敏的袋子里 无限变雅敏偷窃 要把他留下来当努力 一个大发脾气的 埃及宰相 大家都是敬而远之 然而圣经说 犹大很勇敢地 哀尽约瑟 他跟约瑟说 我父亲的命 与这童子的命相连 如今我回到你仆人 我父亲那里 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父亲 既没有童子 他就必死 这便是 我们使你仆人 我们的父亲 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 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 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 叫童子和他哥哥们 一同上去 就是犹大 动以亲情的话语 以及甘心顶替弟弟维奴的 爱心与勇气 终于突破了约瑟的心房 而向他的兄弟 显露出他真正的身份 与他们相认 其实 犹大并不是每一件事 都处理得这么完美 他一生也做了许多错误的决定 在约瑟被卖给以什玛利人以后 犹大就离开西布伦 他兄弟住的地方 搬到亚瑟兰人的希拉的家里 犹大这个决定 影响了他整个家庭的每一个人 先是犹大自己娶了一位迦南妇人 生了三个儿子 尔 厄兰 宇世拉 后来他也为大儿子尔 娶了一位名叫他玛的迦南媳妇 也许是受了迦南不良环境的影响 犹大的老大尔 在耶尔华眼中看为恶 耶尔华就叫他死了 照那个时代的规矩 哥哥若没有生儿育女 弟弟有责任娶嫂嫂 为哥哥留下后代 其实摩西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然而老二 厄兰不愿意尽到这个责任 结果得罪了耶尔华上帝 耶尔华也就叫他死了 三个儿子死了两个 犹大怕他剩下的小儿子 世拉也会遭到同样的咒诅 就借口世拉还太年轻 把他玛送回良家 等世拉长大后再迎娶她回来 但是很快的 他玛就知道犹大根本没有让世拉取她的打算 就设计假扮妓女 与犹大发生关系 并拿到犹大的印带子与葬三样东西做证据 当犹大发现他玛怀孕时 大发意怒要把他玛烧死 没想到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 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 对他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的孕 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账都是谁的 犹大可以用长辈的身份把这证据压下去 然后指责他玛一派胡言 或是用很动听的话 为自己辩护 把责任推给他玛 因为是他主动勾引他的 他也可以什么都不说 假装慈悲 放过他玛 毕竟他玛并没有公开说出犹大的名字 然而犹大看到那三样东西 马上就主动承认他的罪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意义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了 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情 我们不要说认罪 连认错都很难 走路不小心踢到什么东西时 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 是谁把这东西放在这里的 有多少人会自我解操 承认说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不张眼睛 罪有应得 夫妻吵架 如果其中一个人说 是我错了 很对不起 不就没事了吗 可惜 我们处理了家庭问题 大部分都是抢着指责对方 就是指责对方有错 即使自己有错 也是别人的错造成的 自己都是受害者 然而犹大 一个家庭的大家长 能在众人面前主动认罪 并宣告犯奸淫的媳妇 比自己更有意 这是何等勇敢正直的气魄 诗人说 神所要的计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神看重的 不是从来不犯罪 或是很少犯罪的义人 而是为了自己的罪 忧伤痛悔 担当责任的人 犹大就是这么一个谦卑正直 勇敢负责的人 难怪他的父亲雅各 要大大的祝福他 预言他要得着名声地位的祝福 大能可畏的祝福 君王权柄的祝福 还有丰盛生命的祝福 后来摩西也祝福犹大说 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 引导他归于本族 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 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 摩西在这里 祝福犹大 每一次出去 神都必定将他平安地带回来 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 就是叙述犹大为自己的行为 担起责任 所以摩西更进一步地求神 帮助他们每一场征战 抵挡他们所有的仇敌 有了这么美好的预言与祝福 难怪犹大失败 好亡被处 圣经里 不乏真正悔改 带来莫大祝福的例子 大卫王与巴士巴犯了奸淫罪 又谋杀巴士巴的丈夫乌利亚 神差遣先知拿丹 当面指责他 行耶和华言中看为恶的事 结果在罪人眼前 在众人眼前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不错 大卫承受了他犯罪带来的后果 他的家庭发生凶杀叛变的事件 而他与巴士巴所生的儿子 也被耶和华击打死亡 但是因为大卫像他的祖先犹大一样 真心地认罪悔改 结果神赐给他与巴士巴的第二个儿子 就是拥有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聪明智慧的所罗门王 而且神亲口见证大卫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这是何等的荣耀 使徒彼得在最后的晚餐时 耶稣预言他会三次不认主 他很不以为然 也很有自信地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很不幸的 当晚彼得真的三次否认了耶稣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五节记载说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他就出去痛哭 他就出去痛哭 短短几个字 充分地表达出彼得忧伤痛悔的心 从那时起 彼得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被神大大的使用 他成了所有使徒的领袖 而且不管你如何解释 耶稣在马太福音 预言彼得的话说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 彼得就是石头的椅子 无可否认的 彼得在神建造教会的永恒计划中 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犹大的故事 让我领悟到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会犯罪 但是 只要我们为我们所犯的罪 在神面前真心的忧伤痛悔 负起该父的责任 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机会悔改 他乐意帮助我们离开罪恶的行为 赐给我们属灵圣灵的能力 可以过一个淘汰喜悦的生活 而且更重要的 每一次真心的悔改 都会带来很大的祝福 就像他对犹大的祝福一样 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注意到了 我与大家分享犹大认罪的时候 忽略不提创世纪 38章26节的最后那一句话 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情 其实这句话正点出了 犹大的认罪悔改 是如何的真心 是如何的与人不同 也是为什么他能蒙神喜悦 得到神这么大祝福的主要原因 犹大对于自己与媳妇发生关系 非常的悔恨 这是在摩西律法以前的 我相信当时的迦南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还可以名正言顺的 把他妈娶回来 毕竟他妈怀着他的小孩 但圣经特别说明 他从此不再与他同情了 表示犹大下定决心 拒绝一错再错 犹姐姐家甚至认为 这句话隐喻着犹大 从此不再娶妻 而从圣经没有他任何 其他儿女的记载 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可信的 这在当时多妻的社会 更是难得 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到悔改 其实真心的悔改 至少有三个层次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人是照着神的荣耀形象造的 所以任何亏损到神完美的荣耀 都是得罪了神 在浪子回头的故事中 那位小儿子非常清楚这个真理 所以他回家时向父亲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你 成为你儿子 中国有句话说 缘有头债有主 任何的罪债都有两个债主 一个是天 就是我们的神 一个就是被我们得罪的人 我听过有基督徒说 神已经赦免我了 让我得到释放了 但我都想问 你所得罪的那个人 释放你了吗 如果没有 那你连第一个层次的悔改 都没有做到 向神认罪道歉很重要 向人认罪道歉一样重要 否则你的悔改就不够完全 有一位先生 做了对不起太太的事 且牧师协调 也向妻子认罪道歉 可是太太就是不领情 天天给她的眼色看 后来先生火大了 来找牧师说 我都已经认罪道歉了 他还要求什么 牧师说 那你就问他嘛 先生说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 要是提出很不合理的要求 我要怎么办 牧师说 那就照着办吧 悔改这个字的希伯来文 有回转的意思 中国有句话说 人不畏己 天殊地灭 虽然话说得有点夸张 但也有其相当的真实性 而悔改 就是要把只为着自己 只向着自己的本性 回转到另一个人 另一个方向 像我刚刚说的这位先生 如果他从关注自己的感受与需要 回转 去关注太太的感受与需要 这才是真正的悔改 这就是牧师要他明白的 认罪道歉 是只是第一个层次的悔改 真正的悔改 是到你所得罪的人面前 不只是向他认罪道歉 更要倾听对方吩咐你 他想要你怎么样还清 他的这一笔罪债 而在信仰上 真心的悔改 就是回转归向神 然后将身体线上 当作活己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 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悔改的第二个层次 就是从专注自己 回转去寻求对方的心意 倾听对方的吩咐 了解对方要你做什么 耶稣曾经说过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这表示有行为的信仰 才是有稳固根基的信仰 所以当我们明白神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时 就应该照着去行 就如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 与撒都该人的规劝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因为能结出相称的果子 才是真心的悔改 所以悔改的第三个层次 就是照着对方的意思去行 结出悔改的果子 犹大不只公开承认 他嘛比他更显为有益 更显为公益 圣经更记载说 他从此不再与他同情了 虽然他有这个权利 犹大见识实际的行为 见证他的悔改是真心的 是神说喜悦的 难怪神给他这么大的祝福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可能不犯罪 然而靠着自己 即使心里愿意 也没有能力完全的悔改 你渴慕有一个能力 能帮助你 胜过这种莫可奈何的困境吗 让我告诉你 凭着耶稣的恩典 借着圣灵的能力 在耶稣的爱里面 我们可以宣告 靠着主耶稣 我们必能得胜再得胜 不必惧怕挫败 不必担心困难 因为主的恩典极其广大 他必带领我们 胜过我们的肉体的软弱 帮助我们从认罪道歉 到明白主要什么 然后真心的 有能力的照着去行 扎扎实实的 结出悔改的心 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来 我相信 每一次真心的悔改 都必要带来神莫大的祝福 就像神祝福犹大一样 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从你来的智慧 像犹大一样 说该说的话 做该做的事 也求你赐给我们 像犹大一样的勇气 能够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罪 并真心地悔改 结出相称的果子 更求你赐下圣灵的能力 使我们能天天靠着你 过得胜的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